朱元璋趁陈友亮发猛之际,开始大规模反击,这个于通海也不知道是太嗨了还是怎样,一脚油门带领六勇士杀入敌船中央,朱元璋在后面点起脚尖也看不到人,十分钟过去,一个小时过去,仍不见他们出来,呵呵,他们是要开追悼会了,大家心里正低落呢,突然间,只见于通海带着六勇士, 把陈友亮舰队杀了个对穿,从对面钻了出来,这个壮举一下把士气拉满,所有人并立一击,终于打退了陈友亮,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将,何况陈友亮的六十万大军,老陈再次收拾残部,退到北边的柴棚助手,朱元璋也紧跟行事,同样跑到柴棚打地铺,入夜后,双方将领心态发生了变化, 陈友亮把六十万大军打到只剩几万,他和将领的心态已经崩了,老陈是想跑,将领劝他不要跑,因为士气低落时,这一跑就是大溃败,反观朱元璋这边,因为已经暴打了陈友亮, 几年内肯定坐不了腰,所以反而士将领劝朱元璋,要他回南京算了,毕竟穷寇莫追,朱元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,他认为就是要痛打落水狗,一次性解决问题,两边一对比,战斗意志的差距越拉越大, 两军在柴棚对峰对峙了三天后,陈友亮实在守不了朱元璋的叫骂,突然开船往马家湾跑到了, 船队刚刚出发,就有三分之一猛打方向盘,投降了朱元璋,投降的人一五一十把陈友亮的情报说给朱元璋, 朱元璋就两点,第一,士气低,人心离散,第二,缺粮,没吃的了,朱元璋脑筋一转,缺粮,马家湾最近的粮食聚集地就是都昌, 他赶紧把朱文正喊过来埋伏,人心离散,朱元璋写信给老陈,内容无非就是喷了他一顿,搞得老陈暴怒, 在营地内找俘虏出气,你找我的人出气,那我就对你的人好, 朱元璋同样也找来俘虏,对他们是关怀备至,甚至还祭奠了陈友亮的弟弟,然后把他们放回陈友亮军营, 这下搞得陈友亮士兵心情跌入兵点,咱们老大却是不如朱元璋啊,不仗义,老陈为了挽回士气,果然派出船队到都昌抢粮, 这个抢粮队刚进入都昌城,就见朱文正把他们围起来,问他们有没有办抢粮证, 那当然没办啊,于是问朱文正要什么证件,要什么手续,在你这里能不能办, 啰啰嗦嗦一阵后,抢粮队留守船队的人过来报告,说船已经被朱文正他们烧了, 朱文正邪妹一笑,还办啥抢粮证,直接办入职吧,家里几口人,田里几亩地,填资料吧, 陈有亮这两波操作下来,粮食吃光了,士气也掉光了,怎么办, 正在气头上呢,朱元璋又寄信过来喷他,还跟陈有亮搞起了职业规划, 如果你老陈这次侥幸逃脱,就别带兵打仗了,你不是一辈子缺德吗, 那你下半辈子就来个道德修行之旅吧,信的内容是要多损有多损,骂人不带赃字, 气急败坏的老陈最终决定提同跑路,带领所有船只往湖口跑, 只要穿越湖口,就能回到大本营武汉, 朱元璋得到消息后,同时带船队往湖口夹击陈有亮, 船上有个算命先生,因为他老是戴个铁帽子, 所以大家都叫他张铁罐,他突然哈哈大笑说,陈有亮已经死了, 由于他平常不苟言笑,他这突然一笑, 驾之战士以胜券在握,于是把所有人都逗乐了, 朱元璋也开玩笑说,来人哪,把他张铁罐绑在船头上, 要是陈有亮没死就把他扔下去, 然后又找出自己的乐队,在船上敲锣打鼓, 摆出烧猪烧鸡,祭奠陈有亮一片欢乐的气氛, 相比于朱元璋的欢乐,陈有亮则是笑起来都不快乐, 当他到达湖口后,面对的是一支还未参战的生力军, 生力军对疲惫之失,陈有亮根本打不过, 其实打不过还好,应冲也能过去啊,毕竟船大, 但此时士气已经掉光,将士们只顾逃命, 没人划船那冲什么冲, 搞得陈有亮也只能换上小船逃命, 最终被射死在乱军之中,一带肖雄就此白白, 沱阳湖水战结束。